在殡仪馆办完婚礼办葬礼,新郎累撒当场,他生前说不准我哭。 徐世南妻子换来去世,他在殡仪馆为妻子守灵七天,还为其补办了一场婚礼,几人能做到。 徐世南说,他和妻子2013年临证,还没办婚礼妻子就换来,抗癌的五年中,妻子的乐观一直支撑着徐世南。 但办葬礼的那一刻,新郎还是累撒当场,他生前说不准我哭。 因为化疗和放疗的原因,他的身体快速被胖,头发也很快掉光了,他想漂漂亮亮地举办婚礼,所以婚礼就一直在往后拖。 为了让婚礼尽量接近正常的婚礼,徐世南用租好多辆豪华婚车将亲戚朋友全部接到殡仪馆,当成婚礼的官吏嘉宾。 在举行过隆重而伤感的婚礼后,徐世南又忍着悲痛给妻子举行了葬礼。